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组第三的江苏女排在巴金斯比赛中 3比0击败进行英行俱乐部闯入四墙 再介入到半决赛后 江苏女排的对手是泰国春五里女排 这只泰国春五里女排本身就有好几名国手 赛前更是临时转入了努特萨拉 普莱姆基特和查楚王三名当打国手 加上球队的两名外援 实力俨然就是准泰国国家队 两队上一次交手 江苏女排暴露出一船防守不稳 二船容万千百调度不利 以及主帅蔡斌临场应变不及时等弱点 0到3失利 其中第三局正是输了个11到25 此番两队再次交手 从绝对实力上看 这只没有了三个主力国手压阵的江苏女排 显然要弱于泰国春五里女排 蔡斌可以考虑的是 如何更大程度发挥吴寒的攻击力 从过去三场比赛看 吴寒的攻击火力还没有最大限度开发出来 此外 王晨月和许若亚 这两名曾经有过国家队经历的国手 也要在队伍中更加积极主动 在篮网上能够形成对泰国春五里有一定的限制 毕竟对手有努特萨拉 如果篮网不给力 那么春五里女排就会再往前 打出更多快速多变的配合来 此前女排亚聚杯比赛都只能上网看 不过好消息是 从半决赛开始 央视会对比赛进行现场直播 各位排球你记清楚时间和频道 17日下午17点 央视CCTV五家频道 对江苏女排和泰国春五里女排的比赛 进行现场直播 由于鸿刚刚刚结束世界杯的转播任务 预计这场比赛的解说 还是会由大家的老朋友黄子忠和李颖担当 对于鸿刚刚刚结束